所以青春痘用我这一招最有效 我告诉你 我那里诊所治疗青春痘还真有名 很多都介绍过来的 就是这里 有时候女孩子MC来的时候 他青春痘会冒得更凶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排出来生理期的时候 他人会更虚 更虚的时候 你原本紧奔的地方 他就会更不畅通 所以他会冒得更凶 你只要知道了 你把这些解决了 下一次来就会更好了 所以我虽然没有教 已经教了 所以我就说 这太小本了 所以小本教完了 然后回去大家就看到自己的 就学到那一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开始起怀疑了 没有不用怀疑 就是这样处理 所以很多病虽然没有讲 其实我都已经讲了 这样 如果是寒症 一样热敷 那我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一般的内科疾病 大部分都要热敷 比如我举一个 急性胃炎 很多小孩子上吐下泻 那上吐下泻 一定是人底 那人底你推楼 效果就不好 你就红豆包 在背部热敷 那严重一点 背部 然后上面再加一块 效果更好 如果一般轻微的 我看上面都不用 就是照我的脊椎两侧 这样热敷下来 就会见效 所以我最近就是还把红豆包送给一所学校 就是拿了几块去 那还送他们一台微波炉 他们说非常抢手 因为现在天气冷了 校长第一个用 他说他第一个就 睫毛炎 睫毛炎他也拿来用 因为我有去上过他们的课 他们不是乐敷在眼睛 他们就直接乐敷在这里 所以效果真的很好 很多同学晚上咳嗽或怎么样 他们也是一样可以用我的红豆包 那这个红豆包 如果我说如果这么好用 然后天气也冷 就是学校如果能够用 很多可以解决很多急性病 那内科我还是强调 一定要热源 像鼻子过敏 非常好用 鼻子过敏 你就是胸椎跟这个颈椎这里热敷 常常给孩子 那大部分孩子你看就是感冒的症状 感冒发烧也是这里嘛 对不对 那咳嗽也是胸椎嘛 再来就是顶多再次急性胃炎嘛 那就是这里背部 那我们自己常常这样处理了 就可以解决了 也不用 很多疾病就这样解决掉 就不用送到大医院了 很多疾病